港股基础其实并未有改变,却旅是近期新低,如果坚信港股游戏未死,其实应该是逢低级纳,但问题是市场中沽盘不拙,投资者绝不能断言沽货是傻仔行为,应该要深入详尽分析一下市场的心态和变化,才能作出最好抉择,股票升跌其实是资金流向的游戏,如果动息先机固然可以快人一步, 你想达到,但问题是假如市场已经俏然地重量变变成側变的话,那就要小心处理,不能再顾执几件了,现在市场中的钢杆盘其实相对不多,因此就言大跌的机会其实相对来说是较少,顶多变成是阴干而已,中美贸易战早已是人尽皆知,数个月来的中国债务变化亦已是路人皆见, 但中国最近又出现了一些并不太好的变化,投资者又应该要再要谨慎考量一下了, 薪金升幅放缓支出不断增加,中国最近的猪肉价和房租价都骤然飞升, 这其实是一个十分不利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就会导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消失或者可以说是变成了中产的垂势, 这种情况就十分类同于香港,上世纪19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 当时的香港人都已经习惯了每年的加薪幅度都是双位数字, 幸福已经习以为常,内地也在手前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出台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但经过了数年的演变,现在似乎出现了状长的趋势,现在薪金的升幅正在放缓, 但生活的支出却在增加,房租占了中产阶级的支出一个很大的比例, 其实是侵蝕了中产阶级的生活质数。 传说有一些人缩然去攻读一些专业课程, 其背后原因并不是自我增值,追求更高理想, 竟然是为了减少和朋友去扑来折腋开支,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中国以往经济的推动,有很大的部分是放在内需方面。 假如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内需就变成了首当其冲, 这样推动经济的其中一头马车就出现放缓的迹象。 城市生活的支出增加也已经导致了一些乡间的农民不再热忠于前往城市打工。 脚踏实地,安分手几固然好,但经济的活力也会随之而下降。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中国的经济数字是通胀升。 零售跌,早前贸易战斧开始, 中国投资者的预期都是消费升级就可以轻松解决问题了。 但现在情况变得并不那样乐观, 现在中国股市中只集中升幅在啤酒、榨菜、 打边楼这些低端企业,其他重磅股份却佛善足尘。 这样又怎能支撑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呢? 消费升级升的都是低端企业。 经济最大的危机就是滞涨。 简单来说就是支出增加但生产无力。 这就足以拖垮任何一个经济体, 现在市场中有一些看法是哪些巨无霸企业, 例如是美团3690上市可以轻风作浪。 但问题是一张工成万骨枯。 美团的出现其实是打击了很多的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因为参加了美团就要割育求生, 不参加美团就可能惨租止压。 在中小企来说实在是个两难的决定。 对整个经济来说也并不能定义是整体向好。 极可能只是肥了小众, 苦了大众, 是否对整体经济有利。 实在有待商榷, 这种情况就恰似香港松前消费降级。 环境之下热切地追捧大家落0341和大快活0052一样。 这一类股份就变成了消费股王。 但问题是这种趋势究竟是否对整体有利, 结果进化演变如何。 资深的投资者也应该心里有数。 这些其实是整体折衣缩食之下才出现的畸形发展。 如果期待经济整体向好, 断不可能由此类股份成为经济火车头。 这只是整体经济不佳情况下的折中产物。 如果认同这是事实, 投资者对整体经济的发展应该心中有数了。 港股急错好过阴干, 港股短期内急错, 美元也停止了上升。 其实如是了港股极可能短期已经见底。 急错总好过阴干。 这在某方面来说, 其实是对往后的投资者是有利的形态。 但投资者应该要注意市场的走势定并不止升市和跌市。 也有可能是漫长而有令人困扰的一个门市, 官乎以往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 投资者在心态上应该是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应该从两个月前憧憬消费升级, 到今天有可能会转为预期消费降级。 在投资市场中, 因时制宜财是最终的决性之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